今天呢给大家拍一下我这个被砍了的白锦龟背竹的一个状态啊 今天呢离我砍它是四周的时间 大概是四周 这是差不多一个月的样子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目前发生的哪些变化 咱们一个一个的看 从这个母猪先来看 然后呢我们再到其他的 首先这是这一个母猪 然后当时是留了一片叶子 然后大家看一下它现在的状况啊 非常的健康 一共呢冒出了一个牙 两个牙三个牙 然后这后面还藏了一个牙 大家能看到吗 就是这个 在这个地方 它还藏了一个牙 然后大家看一下它现在四周的时间呢 是已经破了两层皮了 什么叫破两层皮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先要 先是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凸起的点 对吧 有一个凸凸的 凸凸的呢 它破一次 然后长出一个这个牙 就是这一部分 然后呢 最后再长出这个牙 这个牙呢 它就会长出来 长成一片叶子 所以它一般就是要破两次皮 然后再长出来 现在目前呢 那里面那个小的 它还没有破到两次皮 其他的都已经破了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就是把上面砍了以后啊 它这一共四个牙点 全部被激发了 包括这底下这些 根本就没有叶子的牙点 都被激发了 它呢 就以后就会 越长越大 那因为它还是有顶端优势啊 这个植物 所以说上面这个 应该是叶子会长得最大的 然后下面呢 就会小一些 下面呢 就会小一些 但是呢 我是准备再过两周看看 就是等它 稍微长出来一点了以后 金干稍微长出来一点以后 现在不行啊 但是我准备长出来一点以后呢 也许我会把这个地方剪掉 然后把这一个根分出来 然后再把这一个剪掉 把这根根也分出来 然后呢 底下留一个或者两个牙点 这样子呢 它就不会抢营养 不会抢水分这样子 所以它上面这儿还可以再出来 两个柜备竹的牵插苗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母猪的一个状况啊 这个就是我完全没有动它的土 什么都没有动 直到我到时候如果要再剪 再分根系 我才会动 现在呢 它就长得非常好 牙已经破了两次皮了 就现在就会长金干和叶子啊 这就是一个月的一个状况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其他的 这一颗呢 是我当时的一个顶牙 对了忘了跟大家说了 我一直都给它放在这种温室里面的 因为它需要一个高的湿度和一个适宜的温度 然后这一个呢 是一个顶牙 这个地方出来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要长牙了啊 但是这个顶牙呢 当时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是用水苔养的 但是呢 后来我想起来 我以前拆水苔的时候拆的很麻烦 我后来就干脆索性不用水苔了 给它换了一个盆 换了一个还蛮大的盆 因为它那个根吧 也不是算特别短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根有没有长到这个壁上来啊 还真有 大家看一下这个 不知道能不能对焦啊 就这个地方 有一个这个小的尖的根系 我放下来给大家指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根系 它长出来了 所以你就知道 它在底下是非常健康的 长得非常好的 当然我是过了 几天才换盆的 这样保证它的这个 就是切口的地方啊 不会烂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根系 这个地方大家看不看得到 一个黄色的一点 这是一个长到这边的小根 所以说它现在已经 根系在下面已经疯狂的在长了 这回这个配土啊 大家一定要 就是非常的多用这种 这个叫什么 椰壳 这种我这回的配土 配的特别特别的好 我不光是我牵插的这些苗 那个根系疯狂的暴涨 就是非常快涨的 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我还有一颗 其他的不是牵插的 是那个 就是这个 这个 这是一颗撒金龟背竹啊 它不是一个牵插苗 但是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根系 就是特别的爆 这下面都长出来了 这边都长出来了 而且是一个月都不到就要换一次盆 然后换完了以后又马上全部都长出来 就这样子 所以而且根特别的粗壮 大家可以看到 好 这个就是一个题外话了 给大家看一眼 然后因为我待会可能这个也要给它换个盆 顶牙这个之前 它是鼓鼓的在这边 还没有分出一个叶子 但是它现在目前呢 有点往外分叶子了 照我的经验的话 这一片叶子它会长得比较小 虽然说它之前的叶子非常大 但是呢 这一片它会长得比较小 因为它就是刚有这种环境的改变啊 它还需要适应 所以第一片会小 但是后面就会很大了 而且因为是在土里面嘛 土里面的话 比水苔里面就 叶子就要好一些 因为它这个吸收营养什么的都挺好的 而且你不用再经过那个水苔转土这个过程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根 就是这个地方 它又冒出来两个根 就除了底下的气生根以外 它还在蹭蹭往外长 然后这个地方 我不是很确定 它是不是一个芽点什么的 又给激发了啊 很有可能 但是不是很确定 不知道能不能对焦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绿色的东西 不是很确定是什么东西 但是这两个地 这个地方又爆出来两个小芽 非常健康的白白的 这个顶芽真的是长得挺好的 而且从水苔到这个土里面 大家可以看见 就是完全的没有负担 它都已经又长小的 这个根系都已经长出来了 所以好 这个顶芽是非常的成功啊 再看这一颗 这颗应该是一个中段啊 大家看一下 它现在目前呢 这个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中段的这个芽点啊 它也是破了两次皮了 这是第二次破皮 然后它现在马上要长一个新的 这个金干出来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这么一片 不是很大也不小的叶子吧 景化的程度还挺挺棒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根系怎么样 然后 对它根系在 根系在这边 有一些 看着都还蛮健康 蛮好的 所以没有问题 再看这边 这边根系 这有一个 这能看到一个 这个地方 其他的好像还没有看到 这一个的根系 不算是长得特别好的 因为待会儿 我可以带大家去看 其他的有一些根系 长得特别好的 但是它这个 这个破牙的这个程度呢 还是不错的 这个有个小蚊子 好 这个这上面呢 就是上面这个柜子里面呢 我一共就是 这样子三盆 一个母猪 一个这个顶牙 都长得非常好 然后这个呢 也长得不错 是一个中段 好 下面我再带大家去 我下面的那个 missbow的柜子里面 还有几个 好了 下面我们到这个 missbow的这个柜子里面来 然后看这一个呢 下面有两颗 然后旁边这个柜子里面还有 待会儿我们再看啊 旁边那个柜子里面是三颗 好 我们先看这一颗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牙已经 这个应该是牙长得最高的一个 它不当破了两层皮 而且已经长得这么长了 往上面尖尖的 这个是一个老叶子 但是呢 这个它当时 为什么它这个长得快呢 因为它当时我 这个包的那个气根杯啊 已经把 因为这个是一个老叶子嘛 所以气根杯包得早 所以它的根已经发得很好了 所以根系真的是很重要 它根系成熟的话 就是会长得更快更好 然后你看一下 稍微有点青苔啊 因为它这个透明盆就是会这样子 然后不要着急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根系的状况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根系 白白的 这个地方我可能要给它换一下 稍微的 因为它已经储到下面这个网子 这儿来了 以后就不好清理了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这条根 然后还有这边 这边 根系都已经出来了 这就长到壁上了 所以说这个根系 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健康 而且长得非常的好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材质啊 怎么就是 大家这个盆啊 我之前的淘宝开箱 有跟大家说过啊 这个非常透气的 一个青山盆透明的 你也可以看到根系的状况 就这两个特别大的优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里面的材质 都是非常大颗粒的 里面有非常多的空间 让它去长 也有非常多的空气透给它 你看这些都是根 好 这个呢 就先这样子 这还有一个根在长出来 绿 有点绿 好 这个呢 就这样子 这一个就是目前这个雅点 就是出来的最好的一颗算是 咱们呢 再继续的看 这一颗 先看雅点啊 这一颗的雅点 破了一次皮 还没有破第二次皮 大家可以看到吗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应该是破了第一次皮 但是还没有那个尖尖的 破第二次皮的这个情况 还没有出现 就是还没有那个尖尖的点出来 然后我们看根系 这个根系真的是非常的好了 长得也是 一直在外面下面长新根 这有可能是我底下的这些 MISSIBLE的这个Cabinet 它湿度和光线控制的比较好一些 也是有关系的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边的根都非常的长 非常的好 好了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一片叶子相对于要大一些 然后呢 它的雅点出来了 但是还没有第二次破皮 这样子 好 这边两个看完呢 我们把它关上 然后咱们看 这一边的两颗 这边有三颗 然后但是有一颗是 待会跟大家讲怎么回事 好 这个大家先看雅点 这一颗已经破皮了 两次破皮了 有没有 这个 这个也长得非常的好的一个雅点 然后呢 跟这个 这一个的根系呢 也是非常的多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白白的啊 都是它的新长的根系 然后这边有一条特别长的 已经有点绿掉了 嗯 它已经长到底下了 就这样一个根 好 这个根的情况也是蛮好的 然后这个破皮的情况也不错 然后咱们再看这一盆 也是一个中段啊 然后 很明显的有根 然后 哦 对了 先看雅点 雅点呢 第二次破皮马上要完成了 但是它有一点这个挣扎的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 有点挣扎 但是很快要第二次破皮了 然后呢 这个根系也是非常好 还有大家看这个上面这边还有根系啊 然后哇 这个根系好像是目前最好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根系目前是可能长得最最爆的一个吧 目前来讲应该是这样子 看这些根 从上到下都是根 然后呢 这个的叶子是这样子的一片 刚才那个的叶子 有没有看到 是这样子的 好 这个呢 也把它放回去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这个是我当时 这是一段 就是以前它气根有烂掉过的 我当时纠绝了一下呢 还是把它砍了 所以想说就慢慢的在这边发根好了 然后呢 现在是 我看一下 还没有根出来 我看一下 这有没有根想要出来 有没有鼓起来的地方 看一下现在有没有鼓起来的地方 好像没有 这种没有气根的话 你发根就真的是要蛮久的 然后呢 但是它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已经有一个鼓包了 就是在这 这个地方有一个鼓包 也就是这个雅点是活的 它很快就想要出来了 我刚才跟大家说过 第一次破皮就是先破这个鼓包 然后第二次破皮 才是破外面那个皮 所以这个呢 就还是一个小鼓包的状态 当然它就肯定是最慢的 因为它一点根都没有满 你的目的是要让它现在 再发根 然后它的叶子呢 目前也是有一点脱水的这种状态 但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它的气根 以前就烂掉过 这个只是就是说 死马当活马医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 就让它先待在这边 这个就让它待在这边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三颗 然后有一颗是死马当活马医的 之外两颗都长得非常好 所以说 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么多 现在一个月的总体来看 它们的状况都是非常好的 根系首先非常健康 第二是雅典都已经大部分完成了 二次破皮啊 所以说接下来就是等它 直接就长金干和叶子了 都不需要怎么动它 所以目前看来呢 这个扦插是非常的成功的 还有就是当然了 这个我之前给他们用的这种 气根杯绝对是功不可没 所以说呢 现在就是完全无压力 你就看它自己一个月以后会长成什么样子吧 今天是5月9号啊 然后今天呢 离我牵插大概是有两个半月的时间了 因为我是二月底牵插的嘛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拍一个 就是这两个半月以来 我牵插的这些白龟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啊 然后我们先来看这一株顶牙 这株顶牙是我最引以为傲 然后根系和新叶子都长得最好的一株 因为它这个 就顶牙的生命力好像是很旺盛 而且也有可能跟我这个 留了两片这种大的叶子有关啊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拿起来看一下 这个顶牙是这样子 它呢 原本我牵插的时候 大家如果还记得啊 可以回去看回放 是这有两片叶子 这一片是一片 最早的一片 顶牙来讲 然后这一片呢 是当时最新的一片 然后有一个还在那个包里面的呢 还没有长出来的呢 结果最后长出来了 它是这一片 然后呢 现在目前它又长出来一片 我们待会再说这一片的状态和整个样子啊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它最细 最老的一片是分了三个这样子的开背 然后这边呢也是三个 但是它新的其实很多人说啊 牵插白井归背竹以后 它新的叶子开背会开的少 或者说是很畸形 但是在我这个顶牙来看呢 其他的我们是有畸形的叶子的 但是在顶牙来看 它并没有畸形啊 而且还非常的大 这一片其实跟这一片比size差不多 而且呢 景化很好 再有呢 就是它的开背 甚至开的更多 这个是三个开背 这个呢 是五个开背啊 然后最厉害的是 大家看一下这个最新最新长出来的这片叶子啊 它还会长大 还会长大不少 因为就这两天 它都又长大了很多了 所以它应该 它出来的size肯定是比任何这些都要大的 会是非常大的一片 而且大家看一下很奇妙的是啊 它不仅开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还有一个洞 九个背 然后呢 这中间还有很多的洞 如果养龟背竹养得久了 你都知道这个洞和背啊 它不会一下子突然长这么多出来 它一般都是慢慢的 就是下一个就多开一点多开一点 但是这个情况真的是挺奇怪的 它突然一下就长成了有这么多洞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洞多嘛 表明它这个叶子就很成熟 它的size会长得比较大一点 所以说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看这一片叶子 它到底会怎么发展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顶牙的这个根系啊 这个今天因为我要浇水了 需要浇水的 但是我还没浇呢 但是先给大家看一下根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根系啊 这边全是白白的根 这一盆其实我需要换盆了 因为它有一个根杵出来了 以后呢 被我给压断了不小心 但是你看它这个根系啊 这边全是白白的根 然后这边也是根 然后这边是新长出来的白根 这些都是根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根粗的长下去了 新根 然后这边呢 就是长出来的根已经 所以根系相当的健康 没有任何的问题 根系特别健康 大家要记得的话 我种进去的时候啊 它其实根系没有很壮 就一点点 而且是先拿水苔种了两周 然后我懒得拆水苔 然后我就种土里的 结果在土里居然长得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大家看一下这个气根啊 不知道拍不拍得到 这个地方 有三个气根同时冒出来了 然后这个地下的气根 也都是很粗很壮的 所以这个气根长得壮啊 它的叶片就一定会大 它吸收营养和水分都更好嘛 所以说这个顶牙先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成功 我很期待看到它以后会长成什么样子 因为跟我买回来的时候的 那一颗小白龟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不同了 这个顶牙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个扦插相当相当的成功 就是这个顶牙来讲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长得最大最好的一颗 就是我们的顶牙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几个侧呀 这个我先把这个拿走 我现在主要是没有什么顺序啊 就是一个柜子一个柜子的脚 大家看一下这一颗 这个是一个中段啊 这个是一个中段 那个金针都非常健康 没有烂的问题 然后也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说的就是把它露出来一点 就是包括它两头都要露出来一点 然后呢 这一片叶子以后它长了一个 一般它会长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的 但是它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 然后它就长出来了这一片 这一片应该是第二片了 应该不是第一片 因为我记得第一片 它实际上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 你都看不太出来的 这一片呢 你要说它的形状来讲 我个人感觉是稍微有点畸形的 因为你看这些都是那种新型的嘛 稍微有一点 但是这个呢 它就比较长形的 而且你看它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缺了一块 虽然说景化还是蛮好的 但是呢 第一片叶子就是畸形啊 是非常正常的 我只要它的景还在 就完全不用操心 我觉得这个还非常好 它有斑块景 也有这种雪花肥牛景 所以说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啊 哦对了 大家能注意到 我有的已经给它们换了其他的盆子了 是因为之前扦插的那个盆子呢 它那个根又长出来了 所以我已经给它们换过一遍了 好 然后这个 这个是这一片小叶子扦插的 但是呢 因为这个叶子是一片比较老的叶子 所以它的根系其实就已经长得比较好了 而且在那个水苔杯里呢 也培养的就是非常好了以后 我才就是做的扦插的动作啊 结果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的第一片叶子是长这样 就像我刚刚说的那种非常小 然后就是很有可能长到后面你都找不到的那种叶子 非常小 然后这 我看 这一个是它的第二片叶子 第二片叶子就大了很多了 并且开了两个口啊 这个它的原叶子也是两个口 然后这一片呢 是最新长出来的第三片叶子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景化还是非常好的 虽然说这一片其实景化没有很好 但这一片景化还是蛮好的 然后呢它开的背也开始多起来了 而且它这一片肯定size会超过这一片 在它长大以后 所以说这个就是 这就是另外的一个这个中段 就是这两个吧 都是我只留了一片叶子 然后让它们自己发出来的 这两个多月它们就又给了我这么多新叶子啊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说这个扦插真的是 效率还蛮高的也蛮成功的 来我们转移到这第二个柜子来看一下啊 这几个都是这两个都是这种短柜子 就是矮柜子 好这里面这一颗大家不要管它 这个是我的撒金龟背竹啊 这个长得非常的大 非常漂亮 景化也非常好 这个我们改天聊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白龟的千叉的update嘛 所以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老叶子 这也是一个中段呢 然后这一个是一个老叶子 然后呢气根现在也长这么长了 这个我已经换过盆了 但是我换之前的时候 它那个根系是非常的健康的 然后还长了一条这个气根出来就更稳了 然后这个呢 是它的第一片叶子 这个第一片叶子也是大家可以看到 有点长长的 有点稍微的畸形的情况 但是呢 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景化 虽然说不能算特别好的半月景吧 但是它已经有那个趋势了 所以说它这个景墨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这一颗也是非常成功的 然后呢 它这下面 接下来还会再长了 它这个整颗的景化都不错 所以说 这也是一个中段 也是非常好的 对了 说一下这个盆啊 还有刚才也看到 大家看到这个盆 这是我在淘宝买的那个绿 叫什么热纸盆 它每一层底下都有那个孔 可以漏水和透气 这个是另外的一个中段 大家记不记得我之前 其实这个里面是一个底座 就是是一个 不是一个中段 它是就是我底下的那个底座 我把它留在里面 跟这一片叶子 但是后来呢 因为它发出来三个还是四个芽点以后 我就发现它这个上面的芽点在长 下面的芽点呢 就有点停滞 因为植物啊 它都有这个 就是顶端优势 上面的芽点肯定会长得更大更好 但是底下的呢 它不一定能发得出来 于是我心意横呢 就给它又切下来了 所以底座我们待会下去看 它已经在下面发芽了 然后这个呢 其实也算是一个中段了 因为我把这一片叶子的 最底下这片叶子呢 已经截下来了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地方啊 是截断了的 所以它是一个中段 它不是一个底牙 然后这一片呢 因为它根系也是不错的 它现在给了我一片叶子 然后另外一片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已经在要冒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好了 然后剩下的几颗呢 我带大家到我楼下的这个 Mistboard的这个cabinet里面 来看一下啊 这一盆也是一个中段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个呢 也算是稍微老一点的一片 所以它这个叶子出来的 也是很快 它是这个是第一片叶子 然后第二片也 马上就要出来了啊 这个景化也都挺不错的 稍微有一点皱巴皱巴的 因为它是第一片嘛 畸形正常 所以说它马上又会再出一片 这一片应该就会长得非常好了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中段 然后这两个呢 都是漏在外面的 所以就不会有烂的问题啊 它也是长得非常的好 现在就把它放到这个绿植柜里面 给它一个高湿和温度都比较控制的 恒定的这么一个环境让它生长 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 我刚才不是有跟大家说这个我刚才上面的一个底座 我是把它截掉了 就是有带一片叶子都把它截下来了吗 就是因为它本来这些都是在那一片叶子的下面的 它们自己呢是没有带叶子的 但是长完以后呢自己出了芽点 我看见它们并没有再怎么生长 所以我就知道是顶端优势造成它上面的 它如果长上面的它这个就不会长 于是心意横呢就把这些全砍下来了 因为它带根嘛就比较好比较好弄 这个它带了一个根 但是然后带了一个小小的芽在这边 然后我把它截断了以后呢 它现在给了我第一片小叶子了 这个其实 其实它这个是它的第一片叶子这么小 这个已经是第二片了 然后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健康啊 它以后还会再长新叶子 非常的cute的一个 为什么用这么大的盆呢 不是因为我想给它用大盆 是因为它的根系 因为它是底座嘛 它的根系其实是非常的老 而且也非常的大的 所以说小盆是装不下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一个呢 就是之前的最老的底座 最老的底座 它不是发出了两个芽点吗 然后我剪了以后 现在这两个呢 就是现在也是长叶子了 如果你不剪的话 很有可能它上面的长了 这些就是这三个芽点都不会再激活 但是我把它剪下了以后呢 三个芽点都激活 并且很好的生长了 因为它这个顶端优势呢 就不会控制它的生长 所以说这个现在也是长出来 就第一片小叶子和这一片第二片 然后这个下面这个芽点 也是第一片小叶子出来了 我们还要等它长第二片 所以说这两个底座线 也是长得非常的好 然后再给大家update一下 就是这个我不用取出来了 这个是之前大家记得 就是没有气根的那一根 然后我把它放到水苔里面长嘛 但是结果它一直没有焖出这个芽 就是没有焖出这个根来 所以说我这几天又重新给它换了个水苔 然后把它压得实一点 像看有没有什么效果啊 所以这个其实不算太成功 这个就没有长出来 但是当然了 当时本来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啊 然后大家会问我啊 就是你牵插了这么多 就没有完全就是没有失败的嘛 我必须要说本来是没有失败的 但是因为中途呢 我们去那个夏威夷旅行了一周 然后旅行的时候呢 我走之前就怕就是因为人不在家 没法给它浇水嘛 我就在不应该浇水的时候 给这一颗浇了水 浇太多 就是浇的太频繁了 其实当时它土还没有完全干 我就给它浇了 结果回来就发现它已经烂根了 本来它其实长得挺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芽点都已经长出来了 但就是因为我手欠 走之前给它浇了个水 所以说呢 它就根烂了 根烂了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把它剪掉 然后现在在这边重新发根啊 我其实也不知道能不能发出来 或者说是需要多久才能发出来 但是目前好像还没有根 但是这个算是就是比较失败的一颗栗子 但是当然了 其他的都是非常的好的 因为这颗我走之前看见它比较干了 所以手欠就给它浇了个水 但是其实真的是不到土 比较特别干的时候 你真的是不应该给它浇水 特别是在那种比较容易烂根的时期啊 好了 今天我给大家这些就是白井龟背竹 牵插的两个半月的update呢 就到这个地方了 接下来呢 应该就是我不会说定时的在录update 但是呢 如果视频里面讲到其他的内容 也许会带到啊 所以说总体来讲 这个牵插非常非常的成功啊 刚才下面一共四盆 下面是一盆 然后这是两盆三盆 就是七盆 七盆再加上这两个 如果要能养出来的话是九盆 但是至少我有七盆是存活的非常好的 所以说这就是一盆变多盆的一个方法 好了今天update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